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香港局勢似乎不斷加速當中 香港警察剛剛宣布了 以涉嫌違反國安法 正式通緝六名流亡海外的香港人 羅冠聰、陳家驅、鄭文傑和黃台洋 就是涉嫌煽動分裂國家 劉康和朱牧民 就是涉嫌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 到底他們干犯了甚麼行為? 據報導所說 由於國安法沒有徹到追溯期 故此警方針對的 就是這六人在7月1日後的言行 而發出通緝令 消息指出 他們曾出席美國聽證會 會見外國議員和接受訪問 在社交網站發布訊息 而這些信息涉及到違反國安法的內容 包括呼籲其他國家制裁或抵制中國或香港 爭取外國支持推動港獨 發放港獨其次或貼文 要求外國停止和香港的引渡協議 成立流亡議會等等 一旦這六名人士進入香港 就會即時被當局拘捕 就這樣看這篇報導 其實寫得非常籠統 首先說 這篇報導沒有詳細分開 究竟這六人當中 哪個人是干犯了哪些行為 反正把所有警方認為是涉嫌違反國安法的行為 全部都是羅列出來 慘了一疊 不知道是誰打誰 其次的就是 這篇報導裡面提到 六人當中有些人 在社交網站上發佈了一些訊息 涉嫌違反國安法 這件事其實就要向市民講清講楚 至少都要列舉一些例子出來 讓市民有個參考 讓市民清楚地了解和明白 原來講了這些內容 就會被視為違反港區國安法 他可以去規避 他可以不說 對不對 現在有六人被香港警察通緝 實情有五個人目前已知 流亡了英國 黃台洋流亡了德國 好了 其實現在英國已經是 終止了和香港的引渡協議 至於德國 雖然目前還未終止和香港的引渡協議 但是根據報導所說傾向也終止 而且就算不終止也好 由於黃台洋本身獲得了德國的政治庇護 所以我就相信 就算有這個通緝令也好 相信德國肯移交黃台洋回香港的機會 都是不大的 好了 到底香港警察是可以怎樣來執法呢 所謂山高皇帝遠 街上你在香港 你發全球通緝令 人家在外國 你怎樣執法呢 在一般情況下 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執法人員 都很難合法地 跨境去到另一個國家或地區 進行執法的工作 通常就是要通過不同國家或地區之間 他們的機構進行合作 比如說引渡協議正正就是 司法機構之間的合作 如果香港警察現在說要通緝這六個人事 當然就可以跟英國的警方 或者德國的警方合作 但是若然人家不合作 那又怎樣呢 因為有些人 他就是拿到這個政治庇護的 用常識都想得到 這些國家肯和香港合作的機會都不方大 如果這種方法不行 有沒有其他方法呢 現在怎樣做我就不知道 我們可以講一下歷史 滿清的時候 那些所謂執法人員會怎樣做呢 其中一個例子就是 國父孫中山 國父會不會政治不正確呢 應該不會的 因為這是歷史名詞 中華民國的國父 國父孫中山 未做國父以前 他就是革命黨人 那有一趟 他就從美國的紐約 搭選 去到英國的利物浦 然後就投靠 住在倫敦的恩師 他在香港西醫學院就讀的時候的恩師 康德 好了 卻落戶了以後 也不夠一個月 馬上就遭到了 大清公使館的人員 綁架了 當然後來就是救得了 這個故事就說明了 在滿清的時候 原來當時的 那些執法人員 就可以這樣來跨境綁架了 好了 英國有了這個 即是叫做不愉快的記憶以後 他會不會來到現今這一刻 他仍然會對香港的執法機構有戒心 我不是說香港的執法機構有問題 絕對沒有問題 但是我說沒有問題 就沒有鬼用 人微言輕 到底英國當局是怎麼想才行 若然他 認為香港的執法人員 是高危的時候 可能他又會不讓你入境也未定 所以分分鐘搞到 亂了大龍 所以 其實香港警察究竟是可以怎樣執法 都是一個相當大的疑問 但是無論如何 香港警察就已經落了這一道通緝令 事實擺在眼前 香港警察又沒有辦法 進行跨境的執法工作 而且外國那些執法機構 亦都很大機會 不會跟香港方面進行合作的情況下 為什麼仍然要落這一道的通緝令 究竟他是有什麼意義 至少就是有兩重意義 第一 就是發揮到一個震懾的效果 這個震懾對象 並不是說那六個已經流亡了海外的香港人 而是說仍然在香港的那群本地人 就是要擺個板出來給所有本地人看 第一 若然你去到外國 干犯了國安法裏面 所寫的那些條文的話 一來就有全球的管轄權 就算你去到哪裡都好 他都可以通緝你 在外國干犯了 都可以通緝你 第二 就是 若然干犯了 就不能回香港 他起碼 要告訴所有本地人 有這個效果 第二 就是等到那群在海外流亡的人士 繼續長期流亡 因為他一回來就說明 會拘捕 除非他自投羅網 否則 他們就很有可能 會像當年八九民運的學運領袖 長期就要流亡海外 回不了 好了 究竟特區政府下一步 會做什麼呢 實際現在香港警察 發佈這個通緝令當中 那六名人士 他們有些人 就是有一個所屬的政治組織 當然有些的政治組織 就是 解散了 但是解散了 那個名單或者名冊 其實警察都知道 好了 這六個流亡海外的人士 香港警察就很大機會沒有他扶 但是他們所屬的組織 縱然是解散了 仍然有部分成員 是在香港 香港警察會不會轉移了對象 就是向這班人入手呢 真是很難說 而根據在七月份的國安法執法情況看來 似乎 就不是什麼備而不用 或者是軟續錄 因為大家有眼見 在七月一號的時候 已經是有示威者 被指控涉嫌干犯了國安法 後來就有四名學生 遭到上門拘捕 現在又出了六人的通緝令 故此你看到他是持續來執法 而今晚這份的通緝令 其實某程度上 亦都是對於行政會議成員 湯家驊 是刮了一巴掌 因為在較早前 他接受BBC的節目 Hard Talk 訪問的時候 那個西人主持就問到他 關於羅冠聰的問題 湯家驊就不是太老闆了 他就說歡迎羅冠聰回香港 不會拘捕他 現在都落了通緝令 所以 湯家驊究竟知不知道 國安法的執法情況是怎樣的 可能他不知道 因為他又不是國安處的人員 所以不知道最好不要亂說 你說一般市民街坊說錯話 無雙大雅 好閒 但是你是瘦身的 公職人員 不知道就最好講小句 不然待會被國際社會不斷抽情 不斷把節目重播 你十天前才說不拘捕他 現在弄了通緝令 人家會質疑 究竟你是不是執法混亂 還是你執法標準是甚麼 你怎樣判別 這樣就 好吵架了 是不是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